掃描QR Code準備進店只是三級警戒期間 沒有開放內用 這些婆婆媽媽是來做什麼 想要進到裡頭還得遵守分流規定 富人蹲在地上仔細挑選 看著架上瓶瓶罐罐 不只有醬料高湯還有甜點的配料餅乾 原來這間吃到飽火鍋店只營業到月底 店內食材還有設備 初清大排卖 三級警戒期間 因為不能內用餐廳收入大減 疫情之下影響百頁餐飲首當其衝 儘管即將降級 人潮復蘇看見轉機 不過火鍋店最後還是選擇不再續租 讓老顧客相當震驚 牛肉串根生蠔在烤台上 烤出誘人香氣 但不是放在漂亮的日式盤面上 而是塞進便當盒 居住屋業者一邊靠外送春夜機 更早早就位解封內用做準備 店裡剛到貨 六架兩三萬的空氣濾清機 還有透明隔板都是為了內用 可是就在防疫用品到貨當天 北市宣布維持禁止內用 居住屋業者超級傻眼 畢竟居住屋和熱炒店 就是店裡吃氣氛 價位也比一般便當高一些 食材再好做外送都沒內用 吸引人業績狂掉五成 同樣是餐飲業像是湯包店便當店 卻覺得繼續外帶最安全 台北市依舊堅持進內用 再觀察一周 參與業者翔解風得看8月3號有沒有機會 嚇得又風又叫 全台十萬玩家熱愛密室逃脫 但在三級警戒之下 玩家變成線上遙控要業者穿脫衣服 都是為了破關需求 業者自救找財源 密室逃脫Online版 眼看就要撐到7月27號 但指揮中心要他們繼續關閉 同樣也是休閒娛樂場所的桌遊店 閒置兩個多月 店內遊戲改用出租方式 勉強支撐場地突進 台北市長柯文哲也提到 可以找主管機關協調 目前相關業者聯合研擬成情稿 希望降級能有他們的局 好朋友歡迎這一家 新教育來賓友 所謂教室資深醫藥記者 洪素卿 歡迎好 大家好 介紹的是基層醫療協會理事長林毅然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你看他今天講話 多麼和諺悅色 中禮拜在這裡拚拚拚拚 說他怕打一針賠一針 好啦 政府補助馬上來了 你看看 好 再來介紹 我們軍事專家游聲薰 惠銘好 大家好 好 我們接下來關心的是呢 那個 看看 上個禮拜 我們的主題叫做疫苗打起來 果然就打起來了嘛 你看現在負高率百分之二十六了 接下來這個禮拜的重點叫做 經濟拼起來 大家站起來 認得 沒有錯 那麼事實上呢 這一波這個所謂的這個三級警戒 受傷最嚴重的 就餐飲業跟小吃店嘛 那現在二十六號開始 二十六號就從三級降到二級 最大的差別就是餐廳開內用 當然其實之前 為解封的時候就有這樣的說法 但是當時六都 全國大概幾乎除了澎湖之外 大家都不敢開放 最後你現在餐廳 餐飲業 剛剛這小吃店都沒辦法賺到錢 非常的苦 為什麼 薪水水電房租開銷全部都要 而且馬上如果萬一要開學的話 註冊費用誰幫你他出 那所以事實上那麼影響所及 現在大概除了雙北還維持餐廳不准內用之外 大部分都開了 大部分台南高雄包括這個桃園 包括台中最晚也在今天後來宣布 也可以適度的內用梅花作等等 可是還記不記得韓國瑜在總統大選 也就是去年一月十一號敗選的時候 取消國際記者會走去吃汕頭火鍋 大家還記得吧 那時候就講說 這個汕頭火鍋到底是好吃到什麼程度 可以讓敗選的韓國瑜取消國際記者會 竟然帶著他的這個部下 大家都去吃這個汕頭火鍋 那麼他有七十八年的歷史 在高雄非常有名 那麼後來有這個等於說六個品牌 有十家分店 就沒想到在這一波裡面 也通通歇業了 只剩下原來的創始店中山店 那他們的說法是說 正在盤整 正在等候 正在盤整等等 你就知道現在事實上很多的店 看到很多都貼豬豬豬 不要說高雄 台北士林夜市 你去跟蘇林爺車怕死人 這是我以前認識的夜市嗎 士林夜市全部是豬豬豬 那種慘況 是我們沒有辦法想像 他們這些人也要吃飯 對不對 台北市長柯文哲 你為著爬七下就哽咽了 你怎麼不為了他們哽咽一下下呢 看要怎麼管理 可以讓他們能夠逃出生天 可以有聲音做有錢賺 那除此之外 七月十六正式解封 各位我們前兩個禮拜在講的 有人就說 為什麼這個等於說 我們到漁港釣魚 為什麼不能開放 都沒有道理 七月二十六號以後 可以了 你們可以到漁港去垂吊 不過彼此之間要保持的社交距離 那真的可以去垂吊 入口處會有人進行管理 還有那麼既然你可以在漁港垂吊 為什麼海釣船不能 海釣船現在也可以 你可以那個海釣船 適度的保持距離 也一樣可以出去外面垂吊 然後現在海上的活動 你不能去收水 收水的話你不能戴口罩 戴口罩會失掉 那所以呢 會有這個傳染的影響 那麼潛水可以 為什麼 因為潛水的藏水會掉下去 浮潛不行 有人就說 為什麼藏水會掉下去 我浮潛就不行 因為湖潛通常是一堆人 全部都群聚在一起等等 現在有開放 海邊 如果你只要不是游泳 那麼你到海邊 上海山上散步走走路 OK的 沒有問題的 水上摩托車 一個人騎 OK 不要兩個人騎 兩個人騎就抱在一起 貼得很近等等 那包括娃娃機 以前不可以用很多人擠在裡面 現在規定 娃娃機可以開放 但是路口要有人管 以前都沒有人管對不對 你看這樣這樣 現在要有人管理 為什麼管理以後 你就可以勸他們 要保持距離 保持社交距離 那包括美濃 媒體民俗調理也是一樣 那麼可以按摩 但是你腳底按摩OK 腳底按摩不會碰到你 你戴個口罩 腳底按摩OK 但是如果你要做 你要把口罩拿掉 這是還目前為止 還在禁止 因為他很簡單 就不希望你有飛沫 那個傳染的可能性 另外有些奇觀是以前 我們大家覺得 很覺得很好奇 很好玩的 瑞芳馬路上面釣魚 為什麼 瑞芳馬路上面有洞 然後你只要魚溝下去釣 真的可以釣到鰻魚 有人最厲害的 聽說一天可以釣到四十幾條的鰻魚 各位這是為什麼 因為其實後來發現 原來是在海水跟淡水 那麼交界的地方都在蟻蛤 有這個鰻魚 這些魚類等等 所以大家你看很多人就在路邊 然後就想辦法用一個釣溝 簡單的釣具就下去釣 成為一個奇景啊 不過後來驅公所呢 因為你們都在馬路旁邊嘛 你看他釣到釣上來了嘛 怕有危險 而大家如果擠一堆人 全部都在馬路旁邊 萬一又在發生車禍怎麼辦呢 所以後來把他給封掉了 那這個還有啊 那麼八大行業 這個酒店酒家五廳 還是不能營業 但有一個有一個行業就很不滿 社區大學 社區大學行政人員說 沒有補助也不能先打疫苗 然後如果把他當作正直的話怎麼辦 那你怕傳染可是不對啊 你安親班補習班 都可以適度的管制嘛 所以我個人建議啦 社區大學在一樣的這個補習班 跟安親班一樣的標準之下 也可以適度的放寬他們 為什麼 畢竟呢 不要讓這些行業 因為這樣子呢 而受到這個影響 而到後來 大家真的全部都失業了 對我覺得要勇於 誠情表達這個看法 你看現在美容業 這個兩三個月沒有 沒有任何的現金收入 現在終於可以慢慢的開放了 像這個林醫師不愧為理事長 上禮拜在我們節目 在共要回家 好啦 補助費給你了 有沒有開心一點 唉 又要訴苦了 我說的當然我們要感謝 陳時中部長 不管是他在為國為民 優國優民 幫我們的控制疫情 當然這一次的那個 就是說把這個瓜費的事情解決一部分 當然我們也非常感激 只有解決一部分 四十塊調高到一百塊 跟一部分 因為本來所謂瓜費 其實是因地的嘛 其實在臺北市 在北部地域成本很高 都是一百五十為主嘛 其實你把他叫一百 其實也可以勉強接受 但是他講了一句話 不溯濟網 這一下我們就想說 違得不足嘛 什麼叫違得不足 這個事情 既然陳時中部長 自己也承認不合理嘛 對不對 他自己承認不合理 既然你知道不合理 為什麼不溯濟網呢 沒有 你要不要直接建議就是說 打疫苗 乾脆就直接開放說 掛號費 本來就是政府 你有多少錢做多少事 你不能一句說 我沒錢就解決萬事 對 因為其實每一個人去打疫苗付個掛號費 我相信民眾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疫苗這麼貴 政府已經幫我們付了 而且你想想看 小孩子打疫苗常規疫苗 本來也就這樣 也是可以收瓜費的 甚至我跟你講 這是我們跟衛生局簽的合約 我們收費疫苗 本來就政府公約 當然是免費 但是我們可以收瓜費 跟收注射費都可以的 只是在打流感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收瓜費 加上本來就有疫苗處置位 這個反而你不要以為說打疫苗 這麼簡單 我們要去領疫苗 我們領未來疫苗要做什麼 我們整所要設什麼 專用的冰疫苗的冰箱 冰冰箱還不行 還有一個不斷電系統 因為總是會斷電停電怎麼辦 這些東西都消耗病 尤其那個不斷電系統 那個電池 你們基層醫師之前在爭取要打疫苗的時候 不知道有這些事 沒有啦 過去是這樣啦 過去為什麼大家會打疫苗 因為小兒科本來就是天子 這他的打疫苗是他的天子 小孩子要打疫苗 這波COVID-19 本來臺北市都沒有給基層診所打的時候 你們希望可以打 那時候不知道說越打越賠錢是不是 對 他其實都還沒有簽 因為這個COVID-19疫苗是新的東西 我們過去簽的合約是什麼 小孩子打了常規疫苗 跟流感疫苗這兩個而已 COVID-19這個疫苗是新進來的疫苗 新進來疫苗就把這個品項 要再增加這一項而已嘛 增加這一項 其實他引用了 就是原來的收費的一個方式嘛 引用的是原來的合約的方式嘛 這個合約方法 本來就是我們可以收瓜費的嘛 但是中央政有一個命令說 不准收瓜費就這樣 不准收瓜費 那麼原來的這個條約沒有改嘛 所以你今天來訴求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說 好你要我們就是說 政府自己從口袋挑錢 補助從四十塊到一百塊也可以 但是可不可以溯及既往 應該要溯及既往 我覺得應該 既然是不合理要矯正 更合理的是說 可不可以就直接讓你們說 掛號費就好了 民眾一人一百五還付得及 政府也不用增加負擔 對 政府你說預算不夠 我可以瞭解 因為政府本來就預算有限 你預算不夠 你就不要說完全請客嘛 你就不問請客而已嘛 就像很多的負擔 也是免部分負擔 不能說免全部負擔啊 你看我們福寶的我們是怎麼樣 福寶你免負擔 但是你瓜費還是要付啊 而且當時候台北市至少 柯文哲市長 不如在家裡睡覺就對了 還說要給你一百塊 我跟你講那個是 其實柯市長先來的 他是說不要收瓜費 他要補 結果中央也硬賀了 就是說我也不收 你也不准接我收瓜費 我補你四十塊 然後那個張文 張柏洋醫師前日不是發臉書 其實我說我很佩服他 我有時候想說 我不一定不一定比得上他 你知道嗎 你現在很有勇氣 你知道他很有勇氣 他開出第一槍 其實這個事情打疫苗 是我們已經抱怨很久 我們已經抱怨很久 包括小孩子的常規疫苗 我們都是虧本在精靈的 真的 那個打一個疫苗 你覺得那麼簡單嗎 你有一天你抱一個小孩子來看 你要打真多反覆的一件事情 我要是陳時中 我就會說 那我可不可以有一個要求 我做那麼辛苦 你們不要每天都罵我好不好 我就拜託你們一天不要罵就好了 你跟人家可不可以 我剛剛已經先感謝他了 我們不是要估計罵 我是說有一些惡意的媒體跟民嘴 你一天不要罵就好了 這樣可不可以 對不對 其實我們是就事論事 其實這個是真的是不合理的 真的 我們真的基層已經 已經哀鴻遍野了 不要在我們在雪上加霜 解封對你們有影響嗎 解封對你們會不會讓你們好一點 也很有限 我跟你講很有限 我們今年真的是業績掉了至少 大概快三分之二 十分之三了 當然不管業績不業績 我一講業績 別人又要攻擊 我說你醫生講什麼業績 沒有 我們都不是聖人 但是我有時候每次講這個事情 每次醫生講業績 就被人家攻擊 說好像你們好像恨不得人生病 其實我們是做應該做的事情 現在很多人寧可選壽醫都不選 台大醫學系都不想選 真的啊 我今天狗去洗啊 就花了五千八了 五千八耶 對 你就講對了 今天 狗也會糖尿病 我跟你講你都不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狗會糖尿病 對啊 我們人洗啊 也不用五千八 你人糖尿病 你去看醫生你會付多少錢 所以當壽醫比當人也好 沒有 我跟你講 事實上是 事實上 壽醫是他們M型化 好得很好 真的不好的也真的很一般 我們要討論壽醫 但是我們不是說 五一五解封 這個這個升級以來 基層醫師這兩個月 收入減少了五分 三分之二 是不是這樣 我不要講 收入 我一講收入被人家攻擊 我講服務量好了 服務量 每次講這個都很敏感 你知道嗎 所以服務量降那麼多 又賠錢打疫苗 難怪他們會有人出來 這我們就拿掉了 CDC馬上也做了嘛 是不是接下來慢慢考慮說 是不是要開放 掛號費 這再慢慢的來放 來 素卿你新聞跑那麼久 沒看過這些事吧 我必須說 我先幫他們講一句話 其實不是這兩個月而已 因為呢 其實從去年新冠肆虐以來 很多診所的生態都受到影響 為什麼呢 大家口罩戴起來 手勤起起來 連感染症都變少 所以呼吸道的感染疾病變少 我跟你講之前曾經BBC做一個新聞 說奇怪 生病的人變少 對臺灣國家是好事啊 但是他當時有一個報導 我印象很深刻 他說奇怪 新冠來了 流感消失了 在去年一年呢 全球很多的國家流感幾乎沒有疫情 那流感沒有疫情對其他國家的人來講 可能覺得很好 可是在臺灣我們也覺得很好 對 可是對醫生就很慘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奇怪 他們電子的變管啊 還保障你們收入啊 應該不錯 我就在說 問題是掛號費都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了 已經撐了一年撐到現在對不對 突然間更嚴重 有牙醫說 他已經把他那個診所設備都要拿去抵押了 為什麼要變現嗎 因為要現金流啊 你房租要出啊 護理人員薪水要付啊 所以其實真的還蠻慘的 所以如果需要補助的時候 真的要給 我們也希望說 還是有醫護幫我們撐著 不過其實不只改變 真的 醫護的這些生態 或醫院的生態 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是 新冠默默的改變一些事情 比如說在美國啊 他們今年CDC就公佈了一個數字 大家可能很難理解 2020年美國人的平均壽命啊 比2019年一口氣少了1.5歲 天啊 大家想說奇怪 不是現在醫療科技越來越進步 人類的平均壽命都越來越長嗎 怎麼美國發生了什麼事 他說很簡單 多數是歸暈於什麼 歸暈於新冠肺炎 雖然大家會覺得說 新冠的死亡好像都是以老年人為主 但是他們還是 在他們平均餘命還沒到達之前就死亡了 因為光是美國 他們其實一年去年一整年的死亡人數 是超過330萬 這是遠比他們過去歷史上的任何一年都多 可是他們說其中11%就是死於新冠 那這個時候就使得說他們都提早死亡 所以居然有 我們會等到這一年就是說 明明醫療科技進步了 可是人類的壽命卻縮短了 重點是不是只有美國 包括西班牙 大家知道西班牙他們的平均壽命 是少了整整三年 就是在美國裡面的西班牙裔 因為他們那個時候就發現說 在同樣的新冠感染之中 少數族裔的人好像受到感染 或重症的比例高 所以在這當中西班牙族裔的人 平均壽命少了整整三年 非西班牙族裔的白人就少一點點 就1.2年 可是除了壽命簡短之外 我覺得有些人都說 可是沒有關係嘛 就是雖然我們人 老年人口提早的死亡 但是我們至少可以期盼有新生對不對 小朋友會多生一點 大家不就關在家裡嗎 關在家裡不是會生很多小孩嗎 錯 沒有啊 完全剛好相反 你知道嗎 尤其在一些感覺很絕望的國家 甚至他們發現 他們這個出生人數大幅的降低 其中差最多的呢 其實是義大利 義大利他說全年 他這個新增的人口 新增的小朋友數目 是少了百分之二十二 然後日本呢 比之前預估至少少了兩萬 而且他們會覺得說這個情況會持續到今年 所以他們本來他們一個單位在預估說 日本應該呢不會這麼快 他們出生人口會低於八十萬 可是因為這個疫情 實在大家不敢生 因為他並不知道 大家是對 世紀末日來了嘛 未來的不確定性太高了 所以本來想像中是 大家開在家 沒有事情做 應該是生出的小孩 沒有關係 包括很多國家 台灣也是今年一月 也是創下了新增 所以大學多住的國家 看到是出生人口再減少 然後呢 因為疾病的影響 使得老年人口提早的死亡 所以這個對地球是重創 而且不只對人重創 提前十年來的 提前十年之外 你會想說那只對人有影響 對一些小國也影響 這個最迷你的國家 這個最迷你的國家在這個澳洲 叫做赫特河公國 這赫特河公國很妙的一個國家 它其實在西澳省會 那個博斯的北方 那它非常非常的小 它有多小呢 它的面積只有七十五平方公里 它總共只有二十六個人口 哇 它是怎麼出現的 它是怎麼出現的呢 其實它是早年在一九六九年的時候啊 它這個現在稱為親王的 這個卡斯蒂親王 它其實當時就是 對於那個小麥的配額啊 不爽 我覺得民主國家的特色 就是我不爽 不爽我就說 好啊那我獨立啊 我就決定 我不要跟你澳洲一起 我就是獨立成為一個國家 其實澳洲政府隨便你啦 因為澳洲政府一直定義這個所謂的國家 就是一個很像我們的一個樂園 就是你就當作一個商業行為 這個圈起來就你家的地 這是你的農場 可是他說我不是我玩真的喔 我是真的要獨立 因為還有自己的護照 自己的發行自己的貨幣 他世界有多少國家承認他 應該沒什麼人 沒有真的很多承認他 但他就覺得我自己就是一個國家 可是他最近疫情也撐不住了 因為他主要 他就定義他是一個 其實就是一個公司 就是一個你想像中就很像 我們這邊的新竹 有什麼樂園啊什麼之類 他差不多就那樣 所以以前都是靠觀光為生的 所以有觀光人口 然後有來這個奇怪的小國家 於是他就有觀光收入 可是因為疫情的影響 他觀光收入就太低了 所以他不足以支撐 他發現哎呀我欠這個澳洲的錢 我還不起了 他說欠多少也沒有很多 就是300萬澳幣 他這個沒有辦法 300萬澳幣大概6300萬台幣 這個稅金付不出來 他說那這樣好了 我不獨立了 我把我的國土賣給你 我把我的國土賣給你 扣印那裡滅了一個國家 你看看 所以那是很小的國家 但是因為這樣人口也少了 少子物體少十年來了 壽命也短了 現在人家小國都被滅了 你說新冠改變了多少 至少醫生 你們還存在 對還活著 我們要快被消滅掉 小國畢話快被消滅掉了 不知道快被滅掉了 你看沒有人要選這兩個顆了 其實我覺得少子化 這個不是少子化的衝擊 應該是說大家不想生小孩 除了COVID-19之外呢 其實地球的變化真的很大 尤其這種致災性的豪雨 經常的來降雨 各位不要忘記 煙花颱風現在這個北上了 對不對 跟臺灣沒有關係 暴風圈也沒有來臺灣嘛 你知不知道這幾天單單這樣子煙花颱風所帶來的豪雨 已經把我們集合門水口為百分之七十灌飽了百分之百 今天還洩洪了 那麼除此之外呢 其實臺灣北部山區呢下的這個雨量呢 超過五六百毫米 相當於這幾天在河南鄭州所下的這個超大豪雨的那個量 大概三天也是六百多毫米啊 那麼幾乎三天下了一年的量嘛 截至目前為止啊 那麼這個等於說尋找的收救了等等了已經造成五十六個人死亡 那麼今天呢又在這個所謂的地鐵站的地鐵那個車廂的下面呢 要找到一名男性的這個遺體啊 可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他們現在搜尋的地方是在這個地方 可是當時被這個大水沖到隧道裡面呢 他們隧道還沒開始造 所以搞不好有可能啊 還有這個遺體在這個隧道的這個深處啊 那除此之外呢 那麼京廣北路跟京廣北跟京廣南的這個相關的隧道呢 因為一邊大概長達一點八公里 三條加起來大概快要四點九公里快五公里啊 裡面到底有多少車子受困 不知道 根據中國他們的媒體報導 現在已經拖出了兩百多輛的車子 可是因為水太多 瞬間五分鐘灌入三十萬公噸的水 整個都淋就對了 所以到底他們現在說眼睛看得好像還沒 已經沒有其他的車子 但水還沒抽完 你不知道到底有多少 那裡面到底罹難者到現在到底有多少 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根據當時的這個等於說說法 有一位侯姓男子 那麼發現不對的時候 在隧道內趕快敲人家的門 大概有二十幾部車子的跟他跑 但是據他自己說 他敲了一些車子 有些人也是坐在車子裡面等 也沒人理他 他一出來沒多久 整個車子全部都不見 都滅頂了 這些人很可能都已經罹難了 而並沒有算在這個五十六個罹難者裡面 而所謂的人民解放軍 那個最英勇的人民解放軍 到了這個大水第三天才來 還說什麼出動 翼龍的無人機跟人造衛星 你不要出動這個 你趕快收救就好了嘛 那麼重點來了 煙花颱風 現在離開我們台灣 我們現在風平浪靜了 可是他不斷的吸收 不斷的吸收的結果呢 這個颱風非常可怕 中台強臺的這個等於說 這個邊緣的這個颱風呢 他這個結構非常的扎實啊 馬上從浙江跟這個江蘇的中間的附近的 衝進去 整個衝進去了以後 預計明天會替中國帶來很大的一個災難 好 當然這不只是大自然的考驗 包括他們是不是這個 沒有預警性的大洩洪 也是一大問題 好 現在問題來了 鄭州作水災 那麼富士康說呢 其實沒有受到影響 但是呢這個蘋果的庫克 已經說他會來全力支援 讓這個鄭州儘快的回到日常的生活 我們要問的是 鄭州這裡有一個神秘的軍事基地 叫做共軍對臺作戰指揮中心 有沒有受到洪水影響呢 其實他不是作戰指揮中心 他比較接近我們的模式模擬中心 他其實是解放軍訓習工程大學 就是我們這邊的資工大學 然後這個資工大學呢 底下有一個測匯學院 測量匯圖學院 然後這個測匯學院在幹什麼 每年不是有幾十台 幾百台的 共機共艦在那邊繞台嗎 然後再加上他們的北斗衛星 一天到晚在那邊偷拍偷拍 拍過來我們只知道說 有一個藍軍旅建了一個 跟台北市中心總統府 一樣的基地在那邊做 這個是實體建築 但是他們拍回來的那麼多照片 那麼多水文 那麼多地方 他們做出來的數位地圖 全部存在這個數位測匯中心 然後這個測匯中心在幹什麼 他們在那邊用這個數位地圖 建出了一個1比1的全台灣 所以當你共軍像我們 就把高選黨記圖調出來 給你的人員去做指揮 觀測跟匯測 然後來評估我要打哪一條公路 這條公路打了之後 讓你的國軍沒辦法辭院 然後我再從哪一條公路 要怎麼樣去做 去做這個地方 這個學院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你剛剛說 不可能對不對 你之前甚至沒聽過這個學院 但是這個學院已經為解放軍提供了180項實際在使用的科研成果 所以這個地方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對台模擬訓練中心 在他們的訊息化數字化跟資訊化的那個模擬的時候可以去做 而且最可怕的是他這個地方是透過光纖對外聯絡的 所以換句話說除了台灣本島之外 整個南海包含你海南島跟現在他們蓋的各個島礁的這個地方 太平島那邊的封鎖 整個南太平洋這一邊 所有的海洋水文地圖 如果你要模擬的話 他不是只有在內陸的解放軍可以使用 你海空軍也一樣都可以使用這個地方 所以換句話說他不只是針對台灣 他這整個對台作戰計劃包含所有的周邊封鎖計劃 跟隔斷資源所有的 時兵演練前的最後對抗的數位兵棋推演都在那邊 可是這有一個問題 他蓋在地下40公尺的地方 然後地下40公尺的地方 剛剛瑞德哥講了一個重點 斷水斷電不要說支付寶不能用 斷電之後你抽水馬達就不能用了 水灌下去40米你怎麼抽上來 更何況是那種5秒鐘灌30噸 所以那底下據說所有的數位電影圖 電腦電纜全部被淹了 還有逃不出來的人也被淹死在裡面 包含有很高階的指揮官 但是這個目前沒辦法證實 那回復到我們剛剛講 因為這個地方的機敏性很重要 所以他一定有執行官 執行官一定不會太低階 然後這個執行官一定來不及跑 這幾乎是可以肯定的 他們花那麼多年見過的台灣相關資料 很可能現在已經毀於一次的洪水之中了 可以這麼樂觀嗎 還是資料會存在雲端 影響不會太大 這要看看他們的異地備員措施有做多好 但是很不小心的一件事情 鄭州剛好是中共這些年來 很努力建設的資訊化都市 很多的異地備員都在鄭州本土 所以如果他那邊的資訊中心被毀了 其他中心回建回來以後也不會完轉 就不是百分之百 可能要花很多的時間 再重新backup回來 或者用更新的衛星地圖去補回來 所以這個東西樂觀的來講 對於對臺作戰計畫的那個進度 勢必會有三到五年的進度影響 這對臺灣來說 其實算不算一件壞事 對好我們再來看一下 有人說鄭州是一個古都 鄭州根本是邪都 為什麼這麼講 是真的邪喔 不是開玩笑的 對 那這一次因為地球暖化 以及盛行現象 連這個德國比利時西歐 都遇到了百年難得一遇的一個洪災 當然鄭州這一次叫做千年一遇 把一年的下雨量三天給你下完了 當然這一次最嚴重的 以他的經濟的關係來講 已經震動到全球包括美國的股市 因為在蘋果他的iPhone 13 他未來要推出 今年九月要推出的過程裡面 有一半的手機是由鄭州這邊出產的 那最主要就是鴻海 鴻海在鄭州有三個工廠 這三個工廠呢 他有九十條生產線 每一分鐘生產三百五十支 一天生產五十萬支 那這麼多三個廠裡面全部泡水 那有兩個廠沒有嚴重 其中有一個叫做中某縣的一個縣區的廠 這個廠是非常嚴重 水已經到了這個大腿 所有的生產設備幾乎都全泡在水中 現在沒水沒電沒網路 所以目前來講 這個廠的一個產能可能會出現影響 當然包括庫克 他已經開始展開說 他開始要援救鄭州 那以目前來看的話 這個就未來會影響到全球 包括蘋果的股價 以及在蘋果供應鏈 包括臺灣的整個蘋果供應鏈 他未來的一個股價的影響 那剛剛惠民講到鄭州是一個協都 我們知道北京是帝都 上海是摩都 那這個四川他們叫做府都 什麼叫府都 因為豆腐 臭豆腐 那鄭州是協都 到底是多協呢 很多年輕人很可能 但是鄭州的老年人說 你不要不信協 在鄭州說曹操 曹操就到 好的不靈 壞的一定靈 比如說有人說 年輕人 現在天氣那麼冷 你也穿一件衣服 不會感冒 我絕對不會感冒 明天就感冒了 就是這麼寫 然後鄭州的下雨 他的氣象局 這次氣象局長也被風水沖走 以後三個小時才找到 鄭州的氣象局 僅供參考 他如果說今天要下雨 就不一定會下雨 說不下雨 一定下雨 所以在鄭州你絕對不能說 今天不會下雨 一定下雨 我一定不會遲到 一定遲到 然後在鄭州呢 東邊日出西邊雨 就是我們台灣說 塞白雨 也就是說所謂的一個 西邊下雨 東邊情 落到無情卻有情的一個現象 那有人說昆明是一年 四季如春 鄭州是春天一年 春如四季 剛才春天裡面也有下雨 也有這個大太陽什麼都來 那他為什麼會這麼邪呢 因為鄭州他就是我們春秋戰國時候 鄭國的首都 所以鄭州後來在三家分進 那時候韓國滅了鄭州以後 所謂的中原大戰 大部分都在鄭州 所以鄭州地鐵在開挖的時候 常常挖到古墓 挖到了古墓 已經證實三萬年前的古墓 常常挖到了遺址 所以你說邪不邪很邪 而且地也非常的邪 那在鄭州來講 比如說像我們在鄭州 有一個叫做二七廣場 那個二七廣場就在二七路的旁邊 二七路他有經過一個二七塔 那這個二七廣場裡面 任何廠商進去 做什麼 倒什麼 現在二七廣場已經倒掉了 那二七路呢 你開車沿著二七路走走走 走到二七廣場的時候很奇怪 所有的車子都會震動一下 那個不知道是誰的自己做龍 疾疾怪怪 開到那裡 就這樣斜了一下 然後震動一下 所以他們鄭州人已經是 因為常常碰到 他們都不覺得什麼 但是以鄭州來講 比如說你如果玻璃瓶放在任何地方 他說鄭州斜是土地很斜 他是由西邊往東邊斜 隨便一個玻璃瓶把他放下去 就往東邊走了 另外你如果說沿著一個道路走 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你也沒有走彎也沒有右彎 走到後來突然發現 怎麼會出現一個路牌 是我不認識的 那不就鬼打牆嗎 所以在鄭州有很多很多的一個斜式 這一點是大家如果說 以後有到鄭州去參訪的話 去觀光的話 可以特別注意一下 走走走走到後來你發現 怎麼不是鄭州 好這是鄭州山邪 路面是斜的 所以打地基是不是要特別的注意呢